因应气候变迁衍生的环保诉求 减少碳排放已经是全球共识 并促成电动车的兴起 台湾电动车的数量快速增加 2022年 电动车挂牌数来到16120辆 是2010年 7064辆的两倍多 但是充电桩的建制速度 赶不上电动车的成长速度 因此出现里程焦虑症 这项新的文明病 我们目前是因为随着电动车的发展 一直叙述的增加数量 那其实每个电动车车主 其实都会很担心到的 就是关于充电桩的问题 那以往一般的来讲 都是用人去找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会找充电桩 会进行去排空空 或是在家里的去加充电 那我们其实想要推出的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是用电找人的方式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的充电的方式 让更多的想要考虑电动车的车主 以及还没有要打算要进入电动车的车主 避免掉他们的 对于这个里程的焦虑 以及要去找电的这样的麻烦 为了让电动车主不用花时间找充电桩 也不必担心里程焦虑 台湾有业者 推出电动车专属行动充电服务 就像外送一样 行动充电车会自己去找车主 也就是电找人的概念 车主无需在现场 仅需透过远端遥控 开关充电盖即可进行充电 解决车主急需充电或找不到充电桩的需求 因为现在大卖场楼下 或者是百货公司楼下的充电桩 其实数量还不是这么多 那因为现在充电车 就是电动车越来越多 所以有时候就是在楼下 没有办法充到电的时候 我就可以先上网预约洽击先生 然后来到我指定的地点帮我充电 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 充电站的建置 不只需要取得空间 还需要架设电网 成本高且限制多 在电动车数量快速成长之下 行动充电会是有效率且便利的方式 对电动车主来说 尊荣的充电服务将是更好的选择